今天大年初一 明天马上就要初二回娘家了 天气状况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气象专家戴力刚 嗨大家新年好 在这新年之时 恭祝大家这恭喜发财啊 另外呢在这金虎年之时 也祝福大家万事如意 世事平安还有身体健康 不过这大年初一啊出门去 你有没有发现到 走春的天气不太稳定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说呢 中部以北受到了华南云带的影响 都有一些局部性的争雨的状况出现 当然这疆雨的形态来说呢 明天可是要大年初二了 许多朋友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买好的东西 准备在明天的时候 要回到娘家去 带着伴手礼回家去 跟这个长辈朋友见面 但车子准备要南来北往 开支时天气状况来说 又有提醒你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咯 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看雷达了 目前的雷达上面可以看到的是 大片的水汽带 正在逐渐的通过台湾的上空 中部以北都有些局部的阵雨出现 北部地区是时而有短暂雨 有时候雨停了地都快干了 水汽又进来了 这就是华南云带的影响 但是呢 整个水汽的发展的量来说呢 其实它的整体的量来说 并没有非常的大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都主要是在云林 以北有零星的降雨的状况出现 北部海岸线跟东北角地区的 降雨状况会多一些 不过在今天 其实大家会感觉到 温度状况是缓慢上升 因为东北季风的强度 是略微的开始减弱了 那大年初二要回家去 这回了娘家 天气状况 南来北往又要提醒你特别注意了 因为仍然是受到了大片的水汽带的影响 台湾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大陆华南云带逐渐的东移之下 明天在初二回娘家 台中以北有短暂雨 台中以南的话是天气轻 所以南北的天气不太相同 那接着呢 大年初三要睡到宝的时候呢 天气形态来说呢 随着华南的水汽量来说 仍然持续有一些 不过降雨的量来说呢 就大约会是在苗栗到新竹以北有一点短暂雨了 不过大年初四开始不一样了 因为北方的冷高压系统也要逐渐的南下了 温度形态来说开始逐渐的下滑 大年初四的时候可以注意到 西北地区的冷高压下来 冷空气开始灌入台湾上空 在周四的 初四的晚上 初五的晚上呢 也就礼拜六的时候 冷高压系统已经东移进到了上海的位置 风向开始在周六的晚上 晚上就要逐渐的冷空气减弱 不过要注意哦 初四到初五的时候 夜晚的低温在中部以北 海边部分只有十一度的低温 而在都市里面大概也只有十二到十三度 所以这波冷跟上一波比起来的话呢 强度可能还会再强一些些哦 那接着呢 到了大年初六准备要上班了 礼拜天的时候呢 冷高压已经东移了 冷空气的强度开始减弱 可是呢 大年初七礼拜一要上课 上班之时那时候 封面云带在周一的晚上开始接近 华南水汽又要再度东移了 所以呢 明天初二回娘家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 夜晚容易有农物的状况 行车要注意安全 还有沿海阵风来说 还是比较偏大一点 海边城镇骑车的朋友要注意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随时锁定中天气象站 告诉你最新的天气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